佛给佛见面不需要了 佛给菩萨见面 那可能不说哈喽 也要笑一笑 佛给这个 身文圆绝见面 那可能还要说一些 四地法 十二一元法 那给佛给六道众生见面 那问题更大了 所以随顺众生的 妄想分别执着 而讨论 而进行的讨论 所以这个不得不然 佛要度九界众生 不得不如此 不是说佛故意要 说这么高深的东西 不是的 他不需要卖弄 他也不喜欢炫耀 不得不然 无可奈何 而后来的众生 看到佛经如此的 身广浩瀚 所以因 因已有一事 哲学者 于是有人怀疑 佛经是哲学 老法师就是学佛 就是从哲学入门的呀 方东梅教授 就是把佛法当作哲学 来研究的呀 李宾浩怎么说呢 于是之约 李宾浩解释说 有人说佛法是哲学 李宾浩说 不济然也 是确实有哲学 但不完全是哲学 不过博热为始 同意哲学 抽象超原 社群入庙 而有哲学之气愤烟 哲学是什么 现在一说的哲学 对我们一般的文化不高的人来说 头皮都发麻 那些东西看不懂吗 真的看不懂 我们文化太低了 没有读什么书 那些东西看不懂 那看懂了怎么样呢 有人说学哲学的是疯子 要么就是神经病 学到后来变成神经病 幸好我们不懂 不懂我们也不会变成神经病 那真正哲学是什么呢 哲学是智慧 哲就是智 智慧哲学 但是后来的哲学呢 所以现在西方的哲学 变成了争论之学 华也这个博热为始 这三论中 为始中 抽象超远 摄旋入庙 这个八个字 如果真的讲起来 就可以讲半天了 他确实说的呢 我们说谈旋寿庙 有哲学之气氛 下面又有一世科学者 有人怀疑佛法是科学 于世之约 李彬老师不尽然也 不一定 有科学的方法在里边 有科学的内容在里边 但不完全是科学 换句话说 科学无法涵盖 全部的佛法 不过五名等学 同与科学 各以对象同系归纳 而有科学之方法 五名 我们说这个 有的佛学常识 这个声名 音名 功巧名 一方名 好像是 内名 这就是分门别类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 分门别类多不多 以前说五名 这五大科系 现在随便一个大学里边 科系多少 太多了 余若宗教也 伦理也 一介之威也 沉沙之广也 细无有疑 大无不包也 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佛法是宗教 有人说佛法是伦理 宗教也 宗教啊 伦理呀 哲学呀 科学呀 一介之威也 这个介 介太子很小啊 那都是一介之威 那佛法呢 佛法所说的是 沉沙 这个沉沙之广 是细无有疑 大无不包 这是佛法的特点 所以老法师 现在又有说的一些 这个近两年呢 对佛法的一些定义 佛法是教育 这个佛法教育里边呢 有哲学 有科学 有道德 有伦理 有因果 一般老法师说 都是说道德 伦理 因果 哲学 科学 包括这五个内容 所以你如果说 佛法是哲学 是宗教 说是一物 极不重 你说它是个什么东西 就不对了 你说它不是哲学吗 那又不对了 你说是不对 说不是也不对 那什么是佛法 欧阳静武说 欧阳静武大师说 佛法就是佛法 佛法什么都不是 佛法又什么都是 为什么呢 这个 细无有疑 大无不包 涵盖一切 所以佛法里边呢 说这个佛法 有没有明显的界限 这是释法 这是佛法 没有啊 懂得人 懂得人 一切 无不是佛法 那不懂的人呢 那一切 都是释法 纵然在教 在道场 在佛堂里边 他所行的 也是释法了 这个意思啊 展开来说啊 味道非常的浓 那对于我们来研读经典来说 李宾老说 故研读师必分科类 讲述时不宜笼统 以名词贵硕本源 典故应考出处 这几句话是我们讲经读经的一个标准 研读师必分科类 这个科类是什么 其实就是佛法的这个宗派 八大宗派嘛 八大宗派里边呢 每一个宗派的经典又有所不同 这个净土宗 我们净宗五经一论呢 无量寿经 那可以说是净宗的概论 阿弥陀经啊 重在劝导行人 求愿往生 信愿往生 那观无量寿佛经呢 它就是在方法理论上的一个补充 十六观经嘛 就是十六种念佛的方法 这个就是属于必分科类 你要明白 你现在呢 所学的这个经是哪一个法门当中 就像前面说 五十八教 你要判断出来啊 要能够知道 当然这个就要需要 这个老师来帮你知道了 讲述时不与龙统 这个龙统呢 就是说得不清楚 应该是要讲就讲清楚 与名词贵硕本源典故应考出处 名词处于 一定要懂得它的本来的意思 而后这个名词属于在本经当中 它是什么意思 落实到我们现前当下 我们应当如何来落实 来实行 这是龙统本源 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懂得它的元气 那叫本源 典故应考出处 这个经典里边的典故啊 很多 典故要知道啊 它出自于哪一部经 或者哪一部经说的比较广 比较多 老法师常常提到金刚经里边的歌力王 歌节忍入先人的这个公安 说的更广更详细的呢 在大涅槃经里边 这个就是告诉 在哪一部经 这一件事情呢 说的更多 这个就是属于出处 文以载道 是以称文字薄热 予以传情 宁不悦 言语薄热 我们一般说薄弱啊 实相薄热 观照薄热 文字薄热 以文字起观照 正实相 这是呢 薄热 薄热是什么 薄热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了 能讲得出来的 那可能就不是薄热了 但是呢 你能够讲得出来 这里说 薄热当中有文字薄热 那形成在口头上 用言语去表达 离病老说 宁不称 宁不悦 言语薄热 所以你真正能够会运用 会表达 善巧的表达 也能够让听众 依照言语 起观照 正实相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要求啊 就高了 这是呢 说 一定要在言语文字上 要用心啦 一定要花点功夫了 言语如不达意 文字亦毁精华 文情俱饮 大道 无有张义 这一句话呀 我们就要明白了 言语如不达意 就是我们说的 词不达意呀 所说的话 所说的话呢 不能够真正表达 自己的意思 不能够准确表达 佛法的道理 佛法的道理 这样的状况 文字亦毁精华 前面说文以再道 你这个文字没有把那个大道之精华呈现出来 文情俱饮大道 无有张义 你本来 文以再道 予以传情 本来是这个目的 结果你的文字 言语不够善巧 那这个目的呀 就达不到了 所以我们学讲经的时候 老法师好像第一堂课 还是第几堂课 就给我们提到 孔门四科 孔老夫子教学生 四科 第一个道德 德行 第二个呢 第二个科就是言语 而后正式 正式就是谋生的技能 其次文学 所以德行 言语 正式文学 这四科啊 那不是说 你学道德吧 那个学言语 不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呢 在自己安身立命 立身行道的时候 德行第一 言语 是要与人打交道 与人交流 交往 甚至呢 讲经说法 弘扬大道 言语 是最重要的了 如果不然 你养活自己啊 正式 谋生技能 正式 文学是什么呢 那就是文学 艺术 那是呢 陶业情操 所以这里说呢 这个言语 文字 对我们 想从事 这一装饰来说 很重要 我们以前 在新加坡的时候 跟我们同学聊天呢 当然 要想这个经讲好啊 言语上 要练得好 首先 要求准确 用词 要准确 在 无论在讲台上 讲台下 这个 用词 浅词 一定要准确 不能够让别人呢 产生 奇异 尽可能让别人 早产生 不产生 奇异 在准确的前提下呢 在要求呢 你能够表达的 更加的善巧 如果说你表达的 潜词 造句啊 用词 不够准确 到位 那还要要求 好听 那就麻烦大了 那就说了一大堆的话 都是废话 后面的话 懂事要 我前面说的不对 后面再要去修改 去弥补 大部分时间 都浪费掉了 所以这个言语啊 很重要 黎兵老在这里说的呢 这个话其实说的 非常的 诚恳 中肯 也说的呢 这个 非常的迫切 下面 今界会事欲知 如画人物 无非顶直一观 竭而成哲也 任何部分 各有其必须 指着之微 须眉之戏 一锤条 关于折现 一笔不到 全夫称痴 痴就 瑕疵 就是不好的地方 毛病嘛 黎兵老 多才多艺 他的学生之一 江义子 画的第一边样图 大家都看到 所以这里用绘画 画人物 人物画 来做一个比喻 那一个人物画 是什么呢 无非顶直一观 顶是头顶 直是脚直 一是衣服 这个观是帽子 就从头到脚 就是这样 无非这些 但是这些 任何部分 各有其必须 每一点 都是必不可少 直抓之微 像这个指甲 这么小 须眉之细 这个眉毛 睫毛虽然很细 衣一个带子 观一个折线 一笔不到 全夫称痴 哎 这个 这幅法好是好 就是哪一个 那个眉毛啊 画得不太好 那就不好了 这是黎兵老啊 给我们用这个 来做一个比喻 经中名词典故 皆是教材 所谓同体 初进皆妙 四密与中边皆田 又安可 清词略比 不与显示也哉 这个名词典故 里边他说得很清楚 都是教材啊 我们不能够啊 忽视 那如果说是对于老同修 老同修 你这个名词术语啊 可以略略说少一点 可以略略说少一点 威严大义 个人的体会 可以多说 那如果是初学 那如果是初学 这个道场从来没讲过经 这里同修没有听的 没听过经 那这个名词术语啊 就要多讲了 不过现在 现在这个佛教啊 我们在大陆 在一些地方说 大家对佛教不陌生 对佛法不了解 很多人说 佛门做法会 做佛事 什么叫佛事 佛事不就叮轮光了 敲打畅念吗 然后呢 然后大家分钱呢 那这样就麻烦大了 分钱分不均 分不均打架呀 所以这是佛事吗 这是糊涂事啊 怎么是佛事呢 所以什么叫佛事 虽然大家 有约定俗成的观念 这个时候必须要澄清 所以这里说 李宾老说的这个 又安可 轻此略彼 不与显示也哉 就是对经典当中的 任何部分 我们都要同等的 尊重和重视 但是在讲说的时候呢 下面也讲到了 为反简之机 不妨 审时运用 这个审时运用 这个里边有太多的灵活在里边 审时 审机 相机 相时 机就是对象 你要看大家的对象 是老修还是初学 是老修还是初学 实是时间 你不要 你的时间只有几天 你准备上三个月的内容 那 那就没办法了 审时运用 凡能不至于所 简能尽出其要 这是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 比较不好把握 凡能不至于所 所是所遂 所悉 说的太多了 说多了 人家记不住 也无法落实 简能尽出其要 那是什么呢 你不需要河畔托出 你只需要说出几条 那在你众多的东西当中 要说出几条 不一定说自己最感兴趣的 或者说呢 我最喜欢的 你最感兴趣 你最喜欢的 别人不喜欢 或者说别人根本做不到 那个就不行 要怎样呢 看大家的状况 就像老法师选这个 这个发起菩萨 书圣知药经 和无量寿经 经当中的这个 经句 作为精华 他是不是选的 无量寿经当中 那些弹弦淑妙的 那些片段呀 说空说有的片段呢 不是的 你看看就知道 老法师选的是呢 这个最适合 眼前当下众生 落实 学习的 对 适合 现代众生 更新的 这是审时运用 凡能不至于解 凡能不至于所 简能尽出其要 善巧无碍 世未得之 善巧无碍 现在人 常常我们学佛的人 也常常说善巧善巧 但什么叫善巧 搞到后来啊 善巧变成圆滑 圆滑绝对不是善巧 那什么叫善巧 善是动机 真正的善为对方为众生着想 那叫善 巧 巧是方法很巧妙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 种在巧 而把善忽略了 把善忽略的时候 很多巧妙的方法 它运用在 是对自己 而不是对众生 把巧妙的方法 来运用在 自私自利上 那还叫善巧吗 那就不叫善巧 叫恶巧 善是动机 巧是方法 为对方为众生 而运用的一切的方法 只要众生得利益 就是善巧 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善巧无碍 无碍是什么呢 无碍就是你行得通 行得通的 在讲落实的我们讲经 这一方法上 你讲得下去 定大众听得下去 我们拜佛 每一次讲经拜佛 第一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第二拜 顶礼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第三拜 因为我们是静宗 顶礼西方极乐世界 捷引导师阿弥陀佛 祈求十方诸佛加持 让讲者听者皆大欢喜 无碍 讲的人很欢喜 很热闹 讲的这个脸上都红红的 都出汗了 大家都睡着了 那是有碍 那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善巧无碍 这个话好说 事难做 事上的 你真正做到呢 那看个人的 看个人的努力 事未得知 这是真正得到了 自撸裂大概聊供参考 这一段文字 我们慢慢看 真的可以作为一个 简短的佛法概论 佛法非宗教 非哲学 非伦理 非科学 但是呢 又伦理 伦理 这个宗教 科学哲学 无不在佛法之中 意味啊 慢慢体会很深 我们看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 这个在名词典故里边呢 它总共分了七个小科 我们看第一科 术语 术语者学术专门之言 学术专门之言 尤其我们现在的分科 分的这么细 每一个科别当中 都有自己专门的 专门术语 有梵术语 及华术语之别 不可不察言 这是具体到佛法里边 中国佛教里边呢 梵术语 这个华术语 到下面还有提到呢 梵华合成术语 梵术语如波日 涅槃 波罗蜜 陀罗尼 阿皮八治 菩提撒度 阿罗多罗 三秒三菩提 等事业 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词汇 我们在这里就不解释了 这是举例说明 一无不翻力 存音不翻译 这是呢 无不翻 我们前面提到 这个尊重不翻 顺骨不翻 身上不翻 慈方五不翻 密咒不翻 这是玄奘大师 翻译经典当中 总结出来的 翻译的这一个体力 其实我们现代人也有 现在的这个麦克 我们中文的麦克 这是音译嘛 人名地名也都不翻的 所以这个一无不翻力 存音不翻译 但是讲的时候 讲不讲呢 讲的时候 然讲时除密咒外 皆得是之 就讲的时候啊 这五不翻当中 除了密咒不可以翻以外 不可以翻 那当然密咒是不能讲的呀 密咒念就好了 不需要讲 那其他呢 皆得是之 其他的范术语啊 都要解释 但是词语之时 说明不翻译也更加 为什么不翻呢 比方前面说 阿诺多罗三面三部提 可以翻 为什么不翻过来呢 顺古不翻 古人第一次翻译这个名词的时候啊 就是用这样子的 后来的人感觉好 那就不翻 但大家都知道 也知道怎么解释 阿诺多罗三面三部提 无上正等正觉 那是对佛 是佛果的圆满的称号 见没有 华术语如真如众生 法轮所知障 无生乏人 不二法门 烦恼及菩提 诸法 因缘生等事业 华术语其实就是华 就是我们 就是华语 在大陆 在大陆我们说 这就是中国话 这是我们一看 华术语和范术语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范术语你没有办法从字面上望闻生意 你没办法 你说这个博热 这个博热 如果从字面上你说怎么解怎么叫博热 没办法望闻生意 那华术语有个特点 真如 真者真实 如者如如不动 众生 众者众多 生者出生 众多的因缘和和而出生 所以华术语有个特征 可以望闻生意 但是千万不要望闻生意 望闻生意就麻烦了 但是有些时候呢 它确实是从字面上可以呈现出它的意思 所以遇到像类似这样的华语的术语 必先解其字意 次在是其止去 这是一个程序 比方说我们遇到真如 必先解其字意 什么是真 什么是如 什么是真如 解其字意 就是真 真就是真实 让我们就试大家 看 试不看 试不看